台湾立法院周三通过了两项提案 分别建议台湾交通部 沿拟分期执行的中华航空改名计划 以及建议台湾行政部门提出具体做法 来提升护照上台湾字样的辨识度 最后这两项议案都顺利过关 而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却集体缺席表决 第一项提案是由民进党党团 与时代力量党团做出来的 建议台湾的交通部应该沿拟可分期执行的中华航空 也就是华航的改名计划 最终立法院会根据民进党所提出的决议案 做出表决 以64张同意票通过 其中民进党全投下同意票 国民党则是全员未出席表决 其余的小党则是投下了赞成票 根据法律规定 立法院所通过的决议案并无法律强制效力 只能对行政部门做出监督与建议 此项议案主要起因于今年4月 台湾捐赠口罩至欧美各国时 台湾的中华航空机身上的China Airline字样 让部分外媒报道时误以为该飞机属于中国 以为是中国捐赠的口罩 今年2月 网络上开始有台湾民众发起华航证明的联署 在4月份联署达到4万多人 民进党团的决议案 建议台湾交通部前期 以不涉及改约航权谈判的前提下 去研拟改变飞机的涂装设计 接着邀请相关单位 就更改华航英文译名 与华航改名等各项可能性展开讨论 民进党在提案中强调 为了强化台湾的国际辨识度 提案请立法院将这个建议做成决议 建议交通部积极研拟 并提出华航国际识别的相关政策 避免华航与中国的航空公司被混淆 决议案的提议包括前期在机身上增加台湾 或是有台湾意向的设计 并与各单位沿逆改英文译名 或是直接改名的各项可能性 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 则以集体缺席这项决议案的表决来表达意见 本月初 国民党立法院的党团总招林维周 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民进党团提出的华航更名决议案 只是立法院做出声明用来督促行政机关 所以他认为此举只是作秀 并强调国民党不会奉陪演戏 民进党提出的另一项提案内容 建议提升台湾护照的辨识度 该提案强调 为避免台湾人出国时 因护照封面的文字China 造成他国无法清楚辨认 被误认为来自中国 才提出决议案建议台湾行政部门 就如何提升我国护照之台湾 以及英文台湾的辨识度 提出具体做法 以维护国人尊严 估计履行之便利与安全 无党籍的立委林旭佐 在两项提案通过后 在个人脸书的专业上表示 周三立法院通过的两项提案 能让台湾人在国际上 更能保障自己的身份 不再与中国人混淆 台湾外交部长吴刀谢星期三表示 中国军机日益频繁地绕台飞行 看来是中国正在加大军事武统台湾 他说上个月 中国军机几乎每天都绕台飞行 这比政府对外宣布的次数 要频繁得多 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正在加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